中西人物港大帝的講座 很感謝凱莉今天這個《中西人物港大帝》的講座 今天是第七十八檔 歡迎請到謝寶山博士來分享的講題 《中華智慧與基督精神》 謝寶山博士是中山大學哲學科學中心 我所知是基督教世家 今天這個講題是宗教比教學 應該幾點接受 我們有義理掌聲歡迎謝寶山博士 今天跟大家分享探索的八年 如果大家看上去就知道探索是很不簡單的 是有的 可以說很多的成績亂織在一起才會發生 將來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有機會先 中間那些很多的成績 只是其中一個 其實是和我寶寶幾個月大 已經開始了 一個很大的成績 當年我家裡不單止是中醫世家 不單止是教世家 還是中醫世家 我爸爸是中醫 我爺爺是中醫 我爺爺的錢賺了很多 就捐錢起了一個教堂 所以我們家族在基督教育會裡都很顯赫 我爺爺是中醫 我爺爺是中醫 我幾歲的時候 即是說是長子的孫 長子的孫 很大的家族是長子的孫 幾個月已經病到 觸手無策 即是要死了 後來猜測是應該叫老莫兒 全家人就閉在這裏祈禱 就答應上帝說要做一件事 其實就和我今天說這件事很有關係 後來突然就有一個 因為我家族認識人 很港式養和醫院的院長 他說在美國不知道哪裏 帶種新藥回來 試一試 中醫不調去西醫 一吃 竟然碰了 就已經開始了神職 老莫然很可愛 要是死了 不死得了 老是會有變化的 有所變化 這是好事來的 當然之後 我很久做運動 但是身體都不好 但是後來令氣功 就神奇地改成了 很多很多很多神職 才會有這次這樣的發言 這個發言就是這樣 中華智慧以基督精神 雖然我是基督教的世家的大家族 宿伯兄弟 幾百人都是信基督教 後來我十多歲的時候 就研究中國歷史的問題 但是 天國這麼大 香港這麼小 為什麼會這麼大 等於香港不知道幾千倍 幾千成萬倍的地方 會變成共產黨 那一尋找 何解會這樣 就研究共產黨的 理論馬克思主義 資本論 我十幾歲就讀資本論 資本論 由地下動到桌面這麼厚 很深深到不得力 沒什麼人讀得明白 我覺得 現在什麼習近平 毛澤東 鄧小平 全部都沒讀過 資本論 他都說了 沒時間讀 最多找一些學者幫我們講解 兩次 那我就讀完 十幾歲 二十歲都沒讀 年輕的時候 是左傾很清楚 年輕的時候 如果年輕不左傾一下 生命不得精彩 尤其是那個冷戰的時代 即是七十年代 如此一來 就要和基督脫離整個基督教會 所以十幾歲之後就沒有回教會 之後就神奇 由馬克思主義 因為它裏面有辯證法 轉了這個 《易經》 中文化研究 中文化還研究《易經》 本身這些東西 由練氣功、道教 然後拉尾就信佛教 你看看這些東西 馬克思主義、道教、佛教、易經 全部是同教教 都要浴缸 所以這個很厲害 繞了一個大圈之後 直到二零一一年 我很記得 站在廚房屋的廚房門口 突然間有些感情 就說你去解燈山寶物 燈山寶物 天國福音 去解一解它 裏面可能有些前衛的東西 終於要去解一解通用 因為燈山寶物 這件事很有趣 在這個基督教裏 裡面 成本聖經 是整個教會 主要是西方教會 不過東方都開始 好些 但是整個西方教會 它是立以希臘自和 它是無奈解到燈山寶物 燈山寶物 燈山寶物 天國福音 被雪藏了 原始了 他們很尊敬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是 耶穌說的 其實是基督教裏 最高的原理 最高原理 但是它解不了 解了其他信者得救 耶穌釘十善家的圈 那些東西 最高的解不了 解了千級 那些 它現在有幾個教 很多原因 有跟回教過分別 就是因為 不明白那個最頭的原理 就是解了第二的原理 第二的原理 就是跟回教衝突 第一的原理 跟回教不衝突 就是天國福音 天國福音 是跟回教不衝突 更有趣 它原來這件事 跟我們中國的 液經 道德經 佛經 不衝突 第一年來 這個就太奇妙了 所以 我寫了一本書 都是十萬八萬字 不是 未出版的 沒有人去出版的 這個叫做《中華智慧與基督精神》 今次就基於這件事 我們先講一下中華智慧 簡單 中華智慧很簡單 就是 遇到識 遇到識 當中的識就是指佛教 我們很多時候 有很多人 不是很清楚 以為佛教不是中國文化 是印度文化 其實這個是錯的 佛教是中國文化 三大之處 二度式 如果沒有佛教 中國文化又會兩腳 很容易想 就是佛教來了 成為二千多年前 已經來了 才成為中國文化 所以我們有三平之處 這個情況 舉個比喻 就是 基督教有什麼文化 很多人會覺得是猶太人 其實是錯的 基督教是西方文化 不是猶太文化 猶太人是信猶太教 他不信耶穌 猶太人不信耶穌 還處死了耶穌 因爲處死耶穌 因爲處死耶穌 超次很多殺身之禍 因爲氣 他們都是計成了基督教 很強大的 由太人 Wrap 所以犹太人要寄居歐洲 不會當有什麼東加豆腐 例如現在香港有這麼大的風災 人們覺得很緣分 就找犹太人出來殺 犹太人當年殺了耶穌 處死了耶穌才知道這麼多 所以每一次歐洲有時都拿犹太人出來屠殺耶穌 包括最拉尾希特拉殺了幾百萬犹太人 都是這個原因 因為猶太人處死了耶穌 所以基督教不是猶太文化 基督教是西方文化 去了聖保羅 帶著那些使徒行轉 帶著那些十幾個使徒去 包括聖孟馬利亞 帶了祂逃跑 耶穌死了祂逃跑 因為猶太人追殺他們 但他們都是猶太人 在猶太人裏面的造反派 就逃跑了他的小阿勢 就是今年的徒年 在那裡開展很多基督教文化 因為這個聖保羅雖然是猶太人, 但他叫做Roman Citizen, 之前是掃羅去追殺菩薩, 突然間又在大馬士甲路上, 突然有個強光照著他,盲了眼, 然後他聽到上帝跟他說的聲音, 你為何要迫害我? 後來這個保羅就覺醒了去擁抱基督教, 改了名為掃羅,改了為保羅, 整個基督教的誕生是由保羅, 由耶穌死後帶著門徒去小白世大, 開展了一個基督教, 我都是2010年去土耳其, 去十幾天參觀,全部都是希臘文化和基督教文化, 當中有很多山頓, 好像那些沿洞山頓下面, 很多基督教會就去逃避這個羅, 當時羅馬還未接受基督教會, 到羅馬軍善盼丁大大才接受, 之前他追殺基督徒, 他們就在小小小的山頓裏面做一些很小型的教會, 這樣在那裏扮生的教會, 所以就不同猶太文化無關, 所以基督教就是西方文化, 現在就屬於基督教西方文化, 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全部人, 當然現在還包括南美洲, 整個基督教, 有天主教二十億,基督教二十億,加上四十億人, 基督教十億,天主教十億,加上二十億人, 基督教十億,加上二十億人, 在世界很豐盛, 屬於西方文化, 佛教也是同樣的情況, 佛教在二千五百年前在印度, 準確來說是尼泊爾, 因為釋迦馬來是尼泊爾人, 在那裏,不過後來又入了印度, 現在又是尼泊爾人, 當時是尼泊爾人, 亦屬於印度, 在那裏誕生, 誕生了幾百年後就識別了, 其中幾個原因, 一個就是伊斯蘭教入生, 另一個就是佛羅門教復辟, 轉為印度教, 將吸收佛教的優點, 而排斥了佛教, 佛教就是如喪家之前, 一直來到中國, 中土, 那時是東漢, 已經是東漢, 來到中土, 二千多年之後, 開始生根, 但是那個時間, 那個時間比基督教更早去歐洲, 因為耶穌是公元零年, 即是一年, 之後死了三十多年後, 公元三十多年後, 才是在這個小亞世下, 然後在歐洲發展, 而這個佛教就是公元前幾百年, 公元幾百年後呢? 二百年後就這樣, 前,即是祖國基督教, 歐洲二百年後, 已經進入中國, 二千多年後, 進入中國之後, 佛教在印度就適忘了, 到今天來講, 印度有十至十一億人, 其實印度的人口加上巴基斯坦的印巴人已經超過中國, 應該十五、十五、六億, 中國只不過是十三、四億人, 我們已經不是最大的民族, 不過他們分開了。 印度有十一億人左右, 佛教徒大約是二百萬, 你計一下, 一個百分之一都不夠, 即是基本無欲 所以就來了中國, 中國不斷地發展, 非常豐盛, 到今天大約有四億人, 但是這個四億人都是正式佛教徒, 而不是正式佛教徒的, 而是相信佛家的, 很尊重佛家的, 甚至連南摩和佛教徒讀心經那些, 不止四億人, 接近很多億人, 現在聽說連習近平和彭麗媛都是佛教徒, 所以佛教徒是一個中國文化, 所以是很尊重佛教徒, 原來不是屬於中國文化, 今天不是屬於中國文化, 但是它是有機會變化來中國文化, 現在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現在在中國的基督徒接近一億人, 發展到一億人, 而中國是全世界接近, 不同統計有不同的計算方法,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基督徒大國, 基督徒大國, 如果我們講投票, 在教會裡面投票, 一定贏了, 所以這個教宗姓方濟國 都是非常推崇中國文化, 上帝在中華大地有很多恩典, 他叫中國人不要忘記中國文化, 叫中國基督徒不要忘記中國文化, 不要只是學基督教, 要學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很普通, 六日一個東方的基督徒大國基督徒, 那麼基督徒就有成億人, 可能他們若果, 這個是假設性問題, 有天一日, 基督教成為, 融入了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就變成如盜色爺, 四隻腳, 以前是三隻腳, 現在是四隻腳, 我覺得這個是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只不過難關是這樣, 教徒雖然有成億人, 但是絕大多數都是中華層的人, 我們是講政府高層, 黨員基本上沒有基督徒, 所有這些分子都沒有, 大學教室, 科學家, 不要講政治局, 黨員信基督教都是隱蔽的, 不會公開, 中國黨員有接近九千萬, 和基督徒的數字差不多, 但他們全部都是領導, 很小的頭目, 在鄉下都是頭目, 在工廠都是工人的頭目, 全部都是領導, 有九千多萬, 加上共青團也有四千萬的人, 連他們的家屬、親戚朋友, 你計算一下, 和共產黨很親密的親戚朋友, 加上有四億人, 佔了整個中國人口差不多, 所以共產黨是很厲害的, 不能動的, 而共產黨員基本上不能信基督教, 可以信佛教, 可以信道家, 可以現在, 不可以基督教, 為何會這樣呢? 是否因為共產黨特別, 針對它又不一定的, 問題是這件事不是共產黨開始, 是自古以來已經這樣, 即是明朝、清朝, 民國比較好些, 因為民國孫中生是基督教, 蔣家寺是基督教, 宋慶寧是基督教, 高層也有基督教, 但他們退出大陸後, 又不回復明朝、清朝的現狀, 高層也不算基督教, 其中主要原因就是, 基督教的道理是無但法可以, 無但法可以和儒道式的哲學交流, 那你高級自知分子覺得這個是真是, 好了, 和儒道式交流, 而佛家為何來到中國, 那時候真的有易經, 有儒家,有道家, 這麼強的入志學, 為何可以很快就佔一職位呢? 佛家很厲害, 到了唐朝, 佔了所有的位置, 所以才有宋明的藥出來反抗, 恢復余家, 因為佛家太厲害了, 為何會這樣呢? 它征服了所有高層, 從皇帝去到知識分子, 士大利夫, 思想家, 全部征服了, 為何? 因為它是哲學離開, 而基督教的哲學, 去不到這個位置, 去不到這個位置, 究其原因呢? 大家講下去就知道, 因為它未解過最高的原理, 基督教中最高的原理, 所以說中華文化是儒道色, 儒道色已經融合, 即使不是基督教是一條支柱, 還未成為一條支柱, 但是如果遇到適宜, 這個哲學互相交流, 互相融合的時候, 我們才會發現終極真理, 要發現終極真理, 在佛家裏面有個字, 阿納多羅三秒三無體, 翻譯就是無上正等正覺, 這就是大件事, 無上正等正覺, 因為在佛家裏面說, 眾生平等,諸法平等, 金剛經說, 事法平等無有高下, 使命, 阿納多羅三秒三無體, 你如果沒有這種精神, 你去不到無上正等正覺, 不可以成佛, 只可以成菩薩和阿羅漢, 怎樣叫無諸法平等, 眾生平等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高的自我, 因為事法平等無有高下, 事命,阿納多羅三秒三無體, 無上正等正覺, 就牽涉到眾生平等之位, 所以本身不是那麼簡單, 但平等平等平等就可以了, 這個是很高的水平平等, 其中一個解釋就是, 所謂平等其實是, 是其是非非非, 如果真正那種絕對平等, 所有人都是佛, 你不修佛就佛, 基督教的佛, 門教的佛, 納粹黨的佛, 黃軍的佛, 即是全部是平等, 即是沒有意思, 很stilbert, 不是這樣的意思, 即是它給予平等的機會, 不要歧視, 什麼叫平等機會? 譬如在佛教來說, 如果儒家, 道家, 或基督教本身, 講出真理的水平是高, 非常高, 你要承認它, 如果低, 剛才說什麼納粹黨, 很差的那些, 是低的, 即是禽獸不如, 那你就禽獸不如, 不是不給你機會, 要求你, 要求你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放下屠刀其實不是馬上立地名, 你去到很大的開悟, 放下屠刀, 很大的開悟, 對人生很大的開悟, 你就可以, 就可以成佛了, 即是金牧師皇上, 納粹黨, 你突然放下屠刀, 去到很高的開悟, 你就會成佛, 給你機會, 是吧? 更何況你是伊斯蘭教, 基督教, 如果你是可以去到這樣的誤導, 就不給你機會, 這個才是示法平等, 無夠高下, 不可以說你是愛盜, 你是愛盜, 你是沒有機會的, 不給你機會的, 你一定要信我教, 不信我教, 你是沒有機會上天堂, 這個就不是阿納多羅三、 三部提, 是吧? 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平等是很高的智慧, 但是首先你要去到這樣的能力, 才可以平等, 要去到靈性很高的能力, 才可以平等, 才可以平等。 好了, 好了, 剛才說的文化, 如何融合呢? 我們要融合, 我們要打開門戶, 迎接這個基督教, 等於當年, 儒家和道家, 尤其是易經, 打開門口, 歡迎佛教來, 是吧? 如果你有了, 我就給你了, 沒有了, 就是這樣, 是吧? 拜拜了, 佛家是表現到的能力, 壓入給你了, 你要開, 開放, 開門, 現在你也要開門, 給這個基督教, 看看你有沒有了, 是吧? 在這個基督, 這個是中國文化和中華智慧的角度, 我們可以放鬆, 在基督教角度, 在基督教角度, 就是受到很大的挑戰, 基督教, 我舉例, 其中這六個很重要的挑戰, 已經是拿命了, 是神學, 在基督教神下面, 永遠解決不了問題, 第一個出難問題, 證明神的存在, 好慘, 幾千年到今天都是做不到的, 第二就是, 創世記, 請故事為科學的茅盟, 這個有大問題, 第一個就是三位一體, 論證三位一體, 會教人不信理, 為何會有三位一體? 為何會有聖子聖靈? 為何會這樣? 為何耶穌就是上帝的兒子? 有什麼天主馬利亞, 同聖馬利亞, 一生, 一大堆的東西, 你怎樣解釋? 這個教神學就是, 他們用盡狗猴二虎之力, 到最後都是流過血流, 不懂得, OK? 唯一就是, 它很強大的, 強權地迫你信, 接受它這些, 如果大家廣告, 你去到這些就死了, 所以這個就說明為何, 基督教在中國的辨子分子上層, 是不接受它, 因為你自己解決它, 不會有問題, 另一個就是, 因是恩信清義, 恩信誠義, 其實恩信誠義, 成義差一個字就是, 分裂了天主教和基督教, 二十億人分成兩個十億, 即是恩信誠義, 基督教而言, 基督新教而言, 叫做恩信清義, 你信了耶穌, 你就是好人了, 就可以上天國, 信就可以了, 其他人都不用做, 因為信就是清義, 因為它是福音, 不是福音, 是一個禮物, 上帝或耶穌給人的禮物, 總之你信我, 甚麼都不用想, 就已經是上天國, 就是以人, 以人可以上天國, 博日要落地, 但在天主教而言, 不是恩信誠義, 誠義就是你信了之後, 可以促成你, 變為一個好人, 一個可以上天國, 促成而已, 你還要去教會, 還要讀經, 還要學習, 還要修煉, 還要戒律, 還要做很多事情, 在最後, 幫個審判, 才批准你上天國, 好嗎? 那就是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分別, 另一個就是最夠熟的問題, 但這就是他們教會裡面, 沒有辦法可以教得住, 大家就是這樣爭, 它是面對這個挑戰, 另一個就是聖經之外的生理, 聖經所有真理是否以前覺得, 二千多年, 基督教是二千年, 二千年大約是二千年左右, 二千年可以說一千九百, 一千九百九十, 一千九百六十, 一千九百四十年左右, 這個教會一千九百四十年間, 都認爲聖經所有真理是聖經, 聖經之外沒有真理, 可以不去讀聖經, 其他聖經以外的可能是錯、 是假的, 是邪摩奧奧, 直至到一九六年, 梵蒂江發了一條聲明, 就承認聖經之外有真理, 聖經之外有真理, 聖經之外有真理, 足足是一千九百六十年, 聖經之外有真理一條聲明, 所以到今天他們是很困難的 但是這個來到東方的基督教 或者中國的基督徒是開放很多的 在這條問題是鬆亡的 但在他們的神圖中有很大的挑戰 另一個是基督精神以民族文化 拉丁文化、黑人文化、韓國文化、越南文化 特別是中國文化和基督教的文化 當然很多神學、東方神學家絕大多 百分之七十的時間在研究這個文化 其中很多是將原家裏面的基督精神、基督教 聯合做了很多很多很多 我想無數一萬都有九千個文化 快死這些人 你上網下才會忘記 但是這些外國人做不到的 中文 其中一個很著名的梁彥帝 我看過他 他講過很多 我非常接受他在這個問題上得到的成果 很大的成果 後面那三個難題呢? 後面那三個難題非常難解決 有機會可以講 後面那三個難題跟天國福音非常慣 當我解了這個天國福音是甚麼? 還未解到 是雪藏了,叫做懸疑不論 很尊敬這個福音,但是不解它 當解了福音後後面那三個問題 隨之很容易解決 很容易解決 我們去研究中華智慧以基督精神的印象 提供了基督教最有限度的屬 下面那三條可以解決 馬上解決了下面那三個重大問題 其實是幫他解決問題 不是去跟他過往去挑戰他 或者去改變他教義 諸如此類批評他 不是,幫他解決他,你解決他問題 送一些溫暖給他 送一些援助給他 是吧? 因爲我是基督教家庭出身 又叛離了教會才會有這個因緣 即有這個因緣,不然就沒有了 變成這個東西 至於天國福音簡單地說 其實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極其相似在物理學 E等於MC Square 可以做懸疑單 這個方程式多重要 你通了這個方程式 你整個物理學通了一大半 整個物理學通了一大半 整個物理學通了一大半 一大半 一大半 所以天國福音裡面有一大半 是類似物理學通了一大半 類似物理學通了一大半 是這麼嚴重的 不過說下去是大家知道的 那我就講一些中華智慧的東西 我們怎樣去進入 因爲你不… 因爲有人聽過我講的之前 很多中華智慧沒問題 但如果真是有些人 完全未聽過我 很快地走漢花 這樣玩一次 玩一次 玩完之後再講這個精神日思 才順利成章 在六祖堂經為能裡面 有一句 心悟是法花鑽 心悟是法花 法花是妙法蓮花經 是一本非常大的經 一本人叫經王之王 佛經的經王之王 即是有派人可以這樣稱 天台中 還有很多佛教信徒都信這句說話 就是妙法蓮花經 八萬字叫經王之王 另一本就是花蓮經 花蓮經 花是一個華字的 中華華 華到花 因為這是一朵花 不是妙法蓮華經 不是妙法蓮華經 是蓮花 它就是蓮花 花蓮經 更加多了 八十萬至十倍 又說自己是經王之王 經中之王 妙法蓮花經更加厲害 它是經王之王 法花就是這件事 法花經 偉能 偉能 就是 他出來 歸隱了十五年 現在出來說 再重新說佛 已經是在南方 南面 善宗的獨當一面 佳人物 他竟然 是未讀過 不法蓮花經 未讀過這個經王之王 他不需要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個叫做 發達禮詩 發達禮詩 收了這個 妙法蓮華經 三千次 他說 我收了三千 收是否讀一次 或讀過程中要收呢 這百萬字讀一次都要成 最低限度一兩天 收是否要成 三千個禮拜 三千次 三千個禮拜 多少年 不知道 算不到 總之 收了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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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 完全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他知道 南禅宗 慧能 這麼出名 的王 北禅宗 就是神秀 還未統一 南北分 多來 慧能是廣東人 可思義說廣東話 所以他跟北方那些佛 和尚不是很談得到 所以被人嘲笑他 就算他講到也是這個問題 天不怕地不怕 最怕廣東人講普通話 我自己就是這個問題 我上去北方演講 雖然我學了很多年普通話 都講得不錯 但是他覺得 很多人害怕 慧能在這個情況 所以他就在北方受不到歡迎 來臨 不過後來就打掃 等一掃 禪宗六祖 他竟然未讀過 這個法達時代書 他收了三千次 不知道幾十年 我讀不定這本書 就來請教慧能 慧能說 我讀不到 我未讀過 第一 第二 我不懂詞 不懂詞 那你讀給我聽 你讀給我聽 這份行動就讀了 讀了期 我算起來都沒有十分之一 沒有十分之一 八萬次 可能讀了八千字 我沒有數過到某個位 我便說不用讀了 可能八千字 講了一整個樹神 Stop Time out 我知講什麼 我也知這本講什麼 我也知道你為何不明白 讀三千字 不是讀了 收三千字 收不到 彈了這句說話 心迷發花轉 心悟 之前還說了一大句說話 我不重複 總之他的結論是 心迷發花轉 心悟轉發花 因為你的迷 你迷 所以你收三千 因為我悟悟 為何自己悟悟 我聽十分之一 以前未聽過 現在你讀的 我聽了十分之一 我已經明白這本經典 為何會這麼快呢? 因為悟悟 開悟 什麼叫開悟呢? 開悟是重要的 所以禪宗是重要的 講頓悟 頓悟法悟 講開悟 直子人心 即是不臨民恥 不臨民恥 九位別傳 九位別傳 直子人心 堅勝成本 好快堅勝成本 不過這是很深的 很深的 不容易解釋 沒有理由 總之是快 這個故事應變快 你可以繼承它 我想學到慧能 學到的就行了 奇奇奇奇 怎麼學呢? 原來它是有解釋的 在《彈經》第二品 彭卿的十分,其中第二品最重要的 第一品是講自己的故事 第二品是講《般若》 解釋它什麼叫《般若》 佛聲就是這個詞《般若》 就是自聖般若,每人都有這個佛聲 每人都有自聖般若在這個聲裏 所以叫做見聖的聖品 開五就是見這個聖 這個聖就是佛聲 佛聲就是一個般若智慧 自己已經有了,不是別人教你 自己有,等於嬰兒出生 放它下水便會游泳 不需要教練教,但後來忘記了 教游泳以後就教練教 Original它是會游 這個自聖般若就好像嬰兒懂游泳 是天性來的 這個自聖般若,這個般若開了它 起碼你最早,因為大了之後 有教練教你又開了一個游泳聖 不然嬰兒子放它進去,迫你的游泳聖 天性出來 所以有很多種方法 迫你開這個般若,啟動物性 其實很簡單的方法就是 看壇經的第二品,《般若品》 《般若品》就幫你開了這個 《般若》,開了慈聖 開慈聖就是心,心,開悟,轉法化了 所有經書去到你的手,讀兩句已經通了 換句話說,如果你又把這個《般若品》拿去看聖經 是吧? 你真是看兩句就明了整個聖經道 不是等於神學家研究了幾千年,二千多年 全部朝頭難下 比剛才那六個,當不止六個 舉例,六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搞到你身心疲憊 就是心迷了 你沒有這個《般若》,開個《般若》 《般若》有一件事很奇怪的 《般若》似乎特別是中國人 中國人有特別強的佛星 其他民族不是那麼強的 這種其實某種程度是中華文化的 中華智慧維根,中華智慧之根就叫維根 就是這樣,這麼簡單 慧能很高維根,因為它有中華智慧之根 不用讀書 《慈異默法》 《慈異默法》 在慧能那裡已經千多年了 《慈異默法》 《慈異默法》 第一個就是《般若》 這個不是讀《般若》 是《般若》 幸好是讀傳播《般若》 《般若》 播《般若》便變成這樣 現在都沒有 差不多等於 很浪時的 還是廣東話 這樣才偶亂 這樣才偶亂 这不是约机缘,不是讲东西的东西 在佛圣开《波罗事业》开展《波罗事业》 《明明慧能》的《谭经》第二本日就讲了 等一下会介绍一点 这样就重要了 一念《五时是佛》 一念《迷是众生》 佛同众生的发力回去,就是你的《五月》 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家徒窍苗》 《家徒窍苗》开了《波罗事业》还要读《佛经》 要学《佛法》 《波罗事业》使你很快就学《佛法》 刚才说《心迷法花转》你也读《经》 但在这个故事之前有另一个故事 就是《心迷金光转》 《心迷金光转》 就是为能很快就明白《金光经》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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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迷金光经》 《心迷金光经》 之前也有这样的故事 之前也有这样的故事 那为什麽要转《金光经》 《金光经》是《佛法》 就是《心迷》 《心迷》 是《乘伐》 虽然那句是见性乘伐 中间失控了些少 那句很快的 中间还有个程式 等於我給一張貪污時給你那張卡 那張卡是給幾百萬的 那些卡 儲了錢的卡 像我們八達通那樣大 八達通就儲了一千元 那些卡儲了幾百萬都可以 那麽貪污時給你那張卡 儲了幾百萬 幾千萬都可以 是卡來的 裡面有幾千萬 幾百萬 但如果你不懂得提款這張卡 沒密碼 就成為廢物 程序很快 但都要按幾個密碼 程序很快 由卡變錢 但你都要經過程序 你那個程序不懂 密碼不懂 你就等於廢物 失時隔萬 隔萬有很多錢的 你失了時 就沒用 所以你都要有條鑰匙 有隔萬 隔萬就是自聖隔夜 但你都有鑰匙 鑰匙就是佛法 隔萬 所以才叫做 心悟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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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 鑽ナ 肯温不懂 拿着一張 你中了頭掌這麼多堡 如果你不去攆獎的話便沒有 哈哈 其家族 或者有人在由山蟲拿起 Taweb Shivers 又再弄전形 咬了它 又變形 那個鑽匙會否承認你罹 你握那一步便沒有了,所以要轉。 所以我們生物都要轉聖經, 有這個智慧可以,智慧是要解的, 但一解很快,文靈都開了。 講一下中華智慧之間, 中華智慧是怎麼來的?何解這麼厲害? 中國人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十四億人的其他民族, 當然韓國、新加坡、日本都沒有問題, 即是大祥金他們都是讀這些,都是讀葉經。 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一個問題, 我還未解決,我在想怎樣幫他們解決, 因為他沒有了這個慰根。 沒有了中華智慧之間, 他們應該有的, 不過他們的藏得更加深, 因為我覺得有的, 尤其是通俗基督精神可能會有些少, 但anyway, 不是很幫他開發, 但中國人這十四億人我已經幫他做了。 這個是怎麼來的呢? 中華智慧是怎麼來的呢? 是來自龍。 龍是六、七千年前, 中華民族的祖先, 聽說是復熙士的龍, 他發現龍的哲學。 我們全部都是龍的傳人, 但是都不知道龍代表什麼。 龍為我們代表什麼。 華民族的祖先為什麼崇拜龍? 所有答案跟龍的圓形開始。 六、七千年前, 五、六千年前, 在洪山文化, 洪山文化是一九七幾年開始, 即是三十幾年前, 四十年前才挖出來, 很多龍。 天下體龍,最早的龍。 因為它是五、六千年前, 是最早的龍。 尤其左邊那一條龍, 其實是一條龍。 下一個就是, 這個遲少少, 這個叫做龍山文化, 龍山文化應該就是遙迅時代再前少少, 皇帝至遙迅時代, 四、五千年前, 四千至五千, 即是少了一千年。 這個是中原, 剛才的東北, 東北龍山文化其實就是在 內蒙古、遼寧和河北省交界的地方, 大約是一個可能都不是的, 這個龍山文化, 即是發了很多龍。 這個龍山文化, 其實是我們華民族的起, 文明的起, 亦都等於我們相傳的 是復禧時, 神龍時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為何本清族那麼古怪, 還有朝鮮人那麼古怪, 它都是和這個龍族有關, 在東北,明白嗎? 直至五、六千年已經開始了, 亦都之後發現了龍, 重拜龍。 這個文明後來衰落, 便落到中原。 中原就是山西、 潛西那裏, 即是華山, 華山和華山, 剛才說的是煙山, 華山玫瑰, 煙山龍。 華山玫瑰, 原來中國人最早的葛花是玫瑰花, 華山是玫瑰花, 華山是玫瑰花, 玫瑰花就是華, 中華文是華, 華山是這樣的, 是煙山龍, 在煙山上面的龍, 即是在這個考古發現, 在煙山那裏, 在東北那裏就掘到很多龍, 它的輝號也是做輝號, 華山地區的民族就是用玫瑰花, 後來玫瑰花和龍融合了, 變成很古怪的道案, 龍和玫瑰融合, 這裏是玫瑰花來的, 有一條融合了的輝號, 東北打了來, 這可能是皇帝戰癡入, 閻王大戰, 閻帝和皇帝衝突, 那時候產生文明, 這已經是中元文明, 中元文明也看到一個龍, 龍不像飯鏟頭那樣, 只不過這個蛇有個角, 這個是龍, 蛇有個角就是龍, 角其實是官, 家官進帳, 因為他覺得蛇是神聖的龍, 所以他加了官上來, 龍有角有官, 蛇有角有官就叫龍, 龍沒有角就變成蛇, 龍蛇混集就差了官, 這個是三千年前, 又遲些, 雙朝甲軍民有二十多種蛇法, 都是龍的蛇法, 我們看到剛才一路下來, 遠古的三千年前, 即六千至三千年前的龍都是無腳, 因為他是蛇, 因為他是蛇, 後到現代商朝之後, 龍又有腳, 即是游家, 加一些這樣, 這個是鳳爪, 三千年前的商朝, 崇拜鳳, 因為商朝人認為他們是天降炎耀, 他們的祖先是吃了這個鳥蛋, 繁衍出來的, 其實鳥是, 在商朝人來說, 古代人來說是天事, 天上的事者, 帶來很多密碼, 所以羽毛裏面是很多密碼, 等於我們CD裏面很多曲, 羽毛是數碼, 這隻鳥仔是天上, 帶來給人間, 有些信息給大家, 有些命令給大家, 所以我們不是雞毛蕩令箭, 有很多昌冠插力的鳥毛, 雞毛其實是靈, 靈寧寧寺, 上天給你的命令, 將軍戴的羽毛, 就是有天明, 天明替天能道, 即是吉而不利, 無往而不利, 吉無不利, 賊的羽毛都是有這個傳統, 所以他們商朝崇拜鳥仔, 因為鳥仔是天事, 上天帶一些信息下來, 然後就崇拜了律表, 加了官就是鳥, 廟加官就是鳥, 這個龍字, 很多種寫法, 這個就是鳥, 鳥都沒有腳, 這個很有趣, 加了羽毛下去, 雙朝崇拜鳳, 雙朝之前, 夏朝一直崇拜龍, 雙朝就將鳳和龍 indigrate在一起, 變成龍就有腳, 有個鳳爪, 一直下去都有鳳爪, 所以我們當發現龍有腳, 他們就不知道原來是蛇龍, 但是當考古文物出現的時候, 清清楚楚, 三千年前所有龍都是沒有的, 那是蛇來的, 那為什麼中國人崇拜蛇呢? 蛇或者龍呢? 其實是一個迂迴曲折行走方法, 象徵波浪, 這個波浪是一個字錄, 波浪是指, 大丈夫能不能生, 不能無知道, 一章一次, 塞翁什麥姨肥, 物極必犯, 比泰狼, 有很多老子持錄, 正極必須, 陰陽燒掌, 雙反雙凌等等道理, 就是蛇, 這個神有個象, 蛇這個象就是波浪, 我們復禧就是發現這樣, 六千年前, 東北的皇帝叫做延帝, 其實延帝有很多個, 如法老王或者沙皇, 皇帝只有一個, 體制不同, 延帝有很多, 延續了幾千年, 延帝, 我們所謂延帝, 延王子孫, 延帝子孫和皇帝子孫, 都是中國人, 而後來的我發覺, 滿清族, 先秘族, 涉丹族, 甚至朝鮮人, 先秘, 可能吐破, 或者梅日, 這些梅人, 絕大多數都是, 嚴帝子孫, 包括兇奴, 古, 嚴帝子孫, 東北裡面, 跟那些任務民族, 混亂了這樣, 我們這些, 所謂漢人, 多數是皇帝子孫, 當然都有嚴帝子孫, 多數的解釋, 嚴皇子孫, 包括湖漢, 這個就是中華民族, 五十幾個民族, 孫中山是對的, 人家說孫中山不對, 中華民族是虛求, 其實是真的, 一幾千年的融合, 其實有這個概念, 湖漢融合的概念, 就是中華民族, 湖漢本身就是嚴帝皇帝, 嚴皇子孫是正統的, 很正統的東西, 當然入日溝亂, 有mixed, 有mixed, 這個所謂嚴帝子孫, 神龍氏就是龍的祖先, 龍的祖先, 龍的祖先, 我們是嚴帝祖先, 但去到剛才說這個, 龍山文化是皇帝的時候, 都吸收了這件事, 雖然它是華山, 是花的代表, 後來它都吸收了龍, 覺得龍比花更加厲害, 雖然中華還留得華, 但我們後來崇拜龍, 因為龍太厲害了, 裡面的道理, 是吧? 花本身都有這個詞項, 花是中人之間中的花, 花也是祖先, 花凋零之後的結果, 結果之後本來是藩籍, 所以花是用它的死亡來促成後一代, 都有生生不死的意思, 都有波羅延續的意思, 但沒有龍這個詞頂強, 所以慢慢花就變成了一個畫像, 龍變成了太極, 太極了, 來到這裡, 這裏就需要穿破, 所以我這個研究就穿破了很多, 關於很多因緣, 很多神跡, 很多奇跡, 現在過去就要解決這個問題, 蒼世基這樣說, 神對女人說, 你做的是什麼事呢? 女人說, 那蛇人有餓, 我就吃了, 也說, 神對蛇說, 你既做了這事, 就必須受詛咒, 給一切的畜生野獸更甚, 你必須用肚子行走, 終生吃肚,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 你所謂的後裔,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 彼此為仇, 女人的後裔也在傷你的後裔, 你要傷他的腳眼。 原來這蛇就是魔鬼, 殺旦, 這很麻煩, 基督教這樣說, 基督教第一章, 創世記最有章是啟示錄, 啟示錄說, 大龍就是那古蛇, 名叫魔鬼, 又叫殺旦, 是迷惑, 普天下的, 他被褤在地上, 他的是者, 一同被褤去。 如果我們承認充滿民族, 是龍的傳人, 我們是不是魔鬼的傳人呢? 這是造成基督和中國文化, 很大的誤會, 其實有誤會很容易消解, 回到聖經, 聖經文數記中說, 耶穌對摩西說, 你製造一條火蛇, 掛在桿子上盤被咬的, 一望這蛇就必得活。 摩西製造一條銅蛇, 掛在桿子上盤被咬的, 一望這條銅蛇就活了。 這個講就是, 摩西帶領耶穌人在降野, 很多耶穌人突然有瘟疫, 掛在桿子上盤被咬的, 掛在桿子上盤被咬的, 而上帝就叫他做一條銅蛇。 現在在以色列降野, 有舉蛇處的位置, 蛇是治療。 這就是馬太福音, 耶穌來說, 我猜你們去, 如同羊群入狼群, 叫你去傳道, 其實是很危險的。 所以你們要靈巧仗蛇, 順量仗夾志。 耶穌將蛇當作智慧的象徵, 上帝又將蛇當作資料的象徵。 蛇不一定是蛇, 撒但這條蛇只不過是其中一條蛇, 其實撒但本來是天使長。 天使長甚麼? 天使長是非常有智慧。 即是等於我們佛教的菩薩, 很有智慧。 這天使長也有智慧。 智慧天使裡最最先頭的那個, 就是天使長的撒但, 他先頭到而挑戰盡低。 所以剛才發生的那件蛇印有阿當夏娃食禁果, 才有滴出燕天園,這個基督教叫做原罪, 原罪很難說, 後來耶穌來了,耶穌的補血洗了你原罪, 這是另一個故事, 但這個猶太人不信基督教, 他都相信這個,都未是耶穌來, 所以他原罪一直下去,是由這個磨碑人來, 魔鬼很高智慧,智慧挑戰上不是, 蛇本身都是智慧象徵, 就算以魔鬼來說, 只不過這條是奸蛇,蛇有宗, 這條墮落天使, 它是墮落天使, 不是因為天使長奸, 所有天使都奸,不是, 是這個奸,蛇都是這條蛇奸, 其它是宗, 這樣就解開了, 現在世衛的醫管局, 世衛很多的標誌都是這樣, 一條像在那裡蛇, 我那時差不多十幾, 差不多二十年前, 周圍去問那些醫生, 無人帶去, 拿自己查, 在網上查, 很簡單, 蛇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看到, 這個蛇, 抗野一條蛇, 是不是很像十字架, 上面釘了耶穌? 原來耶穌本身都是蛇, 十字架, 他們是, 其實基督教是尊崇十字架, 其實十字架本身是釘死耶穌, 是黑著耶穌的, 是黑著耶穌的, 蛇本身才是, 我看很多書說,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衝突, 就是十字架與龍的衝突, 十字架與蛇的衝突, 他們很愚蠢, 因為十字架本身是黑制耶穌, 十字架本身是希臘文化的象徵, 希臘的所謂黃金分割, 是零點一幾, 三點幾, 黃金分割, 在企學裡面, 達到一個美學的標準, 因為黃金分割最美, 裡面很多神秘, 這個十字架本身是跟黃金分割來做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強的力量, 因為希臘人發明黃金分割, 用十字架代替它, 這個十字架可以克制妖魔外道, 所以將那些賊, 歹徒, 殺人犯, 造犯的人, 邪魔外道, 釘上十字架, 這個十字架就是黑制它, 因為如果耶穌覺得邪魔外道, 但你釘死了它, 它未必會死, 你還要用十字架去黑住它, 用十字架去黑住它的靈魂, 它才不會復辟, 走出來再作靈, 這些妖怪的東西, 你殺了它, 未必原始的, 你還要做些事, 做些咒封條封住它, 這個封條就是十字架, 十字架對耶穌是黑制, 不過他們不搞不清楚, 就變成焦蕎教仙婆, 然後就憎恨那條蛇, 明白嗎? 這個是誤會, 完全是誤會, 這些拿證據出來, 他們自己發覺, 一拿出來, 他們都會接受, 因為自己派個大義, 所有神樂家拿出來, 他們都會說, 是,大義, 以前看不到, 我以前都發覺, 不過你在港元裡面, 全部神樂家無法過, 無法過反大義, 那些證據太明顯了, 太明顯了, 所以我們不應該仇視蛇, 不是狼, 不仇視狼, 真是不一樣, 這個講過, 中華智慧之根就是這個道, 就叫煲浪之羅, 就等於道, 中華智慧之根其實就是等於道, 維根也好, 跟道有關係, 但是有百分之一百的證據, 是無法騙喬的, 都不用騙喬, 因為逆轉裡面, 最權位是解釋, 逆經的哲學, 一恩一樣之為道, 計之之善也, 成之聖也, 人者見人, 見之為之人, 賜者見之為之之, 白聖日用而不知, 古賓子道善也之用, 道就是一恩一樣, 一恩一樣之為道, 這裏還有些無, 都有些 argued, 因為他們認為一恩一樣, 即是一恩一樣之為道, 太極圖不是一恩一樣之為道, 其實1500年之後, 朱熙說錯, 道不是正態, 這個就是正態, 一恩一樣之為道, 這個就是正態, 這是正態, 錯, 陰陽非道也, 就是陰陽非道也, 一恩一樣, 循環不以乃道也, 一恩一樣便見得, 陰陽往內循環之意, 此理即道也, 是道也, 是道也, 千萬不要正態解釋, 陰陽非道, 一恩一樣之為道, 非常清楚了, 爭的都是不同, 所以波浪就道, 所以波浪就道, 但是陰陽不是靜態, 是動態, 這個1976年死的, 毛澤東同時又死的, 英國科學史家非常著名, 所謂大陸學者, 沒有一個不懂, 你若是讀了一番眼光, 他去解釋英國科學史家, 去研究中國的古代科學, 然後由他去說明古代科學, 如何偉大,如何厲害, 我們要借一個英國人, 中國人要借一個英國人, 去說明中國的科學, 很明白, 我們中國是弱勢, 西方文化是弱勢, 最早的原始概念確實來自希臘或印度人, 但我可以聽他來說明波的概念, 確實來源於中國人, 因為無論何時所描述的陰陽作用, 都是一種最大寂寞, 最小寂寞的過程, 當我曾大朝令, 我屬少, 這首是一種波的概念, 最早是波分割, 原始的概念無疑, 屬於希臘人或印度人, 以盛須規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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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陰一陽之后之道,都未是講波浪, 都是一陰一陽之,何解是波浪呢? 就算是動態,都未是波浪, 即是死亡,最低是甚麼是亡, 一舉這裏就沒有效,收工了, 明明講就是波, 道就是波浪, 波浪就是這樣,一溫一生,能溫能生, 動態的,陰陽消掌, 比極太,來勝極必須, 所有的東西等到波浪,都是Defined好準確, 而且,波浪這個字, 如果你說陰陽,鬼都不懂, 說太枝,太極是太枝,鬼都不懂, 要研究很多年,知道嗎? 如果說Wave,燈馬上, 0.1秒會明白甚麼事, 而且這個波浪是很, 雖然是我開展出來的, 但是有清清楚楚的證明, 所以這個波浪也沒有效, 而且是中西共用, 他馬上明白甚麼是波浪, 而這個波浪呢, 我們發覺,所有中國文化,政治,信仰, 都是全部波浪的, 講西方的統計學, 統計學是一個波形, 左下方,波形分析, 一個bell shape, 數學很重要, 另一個就是物理學, 上右上, 所謂升波,光波,電磁波,引力波, 高深的東西都是跟波浪有關, 但是有些我不了解, 因為宇宙我們人類只是冰山一角, 大部分我們不了解, 所能了解的最高溝的部分, 都是跟波浪有關, 經濟學,繁榮周期, 衰退周期, 波浪,股票有波浪理論, 金商業有生產周期, 資金周專, 化學有元素周期連, 生產周期連, 甚至以前, 山竹也是個波浪, 山竹本身是個波浪, 算是風的, 它在香港造成的波浪, 政府也好, 那些政黨也好, 百姓也好, 造成的波浪, 樹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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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也好,樹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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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道, 道就是波浪, 我搞清楚, 搞到乾乾淨淨淨淨無瑕疵, 無法爭辯, 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解釋聖經, 這個就是心迷法化轉, 心無轉法化, 我們開了這個波浪視野, 我們就可以解釋聖經, 波浪就是道, 一陰一陽之味道, 一陰一陽之味道, 是嗎? 波浪有道, 奇怪的是聖經的中文版, 中文版的翻譯, 很奇怪, 現在翻譯有很多原文, 聽說是由炎復去翻譯, 翻譯了一章, 不再翻譯, 因為炎復或者不知道誰, 這個故事我還未考證得到, 但是有人說是炎, 他對道德經的修養很高, 所以他翻譯西方的羅國師那些原文, 不要理,不要搞, 直接亦道, 將聖經裡面的道, 約翰風陰一開始說, 太初有道, 道與神同在, 道就先生, 道成肉身, 耶穌的道成肉身, 所以為何有波浪? 有人還在爭論, 這個翻譯的道, 不是我們老子的道, 有人這樣爭論, 是翻譯他的道這個字, 未必是老子的道, 相似, 究竟聖經的意願是什麼呢? 講到天國福音就知道, 因為在這個創世紀, 起初的神創造天地, 這個道德經的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無明天地之淺, 有明萬物之無, 就是天地錯開道, 之前是一個常道, 變成非常道, 波浪非常, 波浪是一種非常道, 然後就是萬物之無, 天地之始萬物之無, 就是從初世紀的, 創造天氣,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 這個就是上道, 然後開了, 上帝說有光門, 創造世界之後, 那個道就是無, 叫什麼? 非常道, 道德經的二十五章, 有明明成, 先天地生, 可以為天地無, 不知其名, 智之肉, 道, 強明之肉, 大, 大其實是什麼呢? 大, 又不是動態的大, 大, 不是正態的大, 偉大巨大, 是一個長大, 發展膨張, 這個大, 這個道德經裡面有道生一生二生三, 三生萬物, 萬物, 賦陰而保養, 一二三不是, 一二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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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四象, 四生七八卦, 祖過道德經就是這樣, 幾何級法, 道生一一生二生三, 三生萬物, 六四卦就是萬物, 賦陰而保養, 六十四卦都有陰陽, 大, 一二三就是放大, 發展膨大, 發展之後, 它又會回去, 扶物為民, 各服歸其根, 事物就會分解, 就是, 天地上不能長久, 天地不人, 免物為錯久, 所有東西會陳歸陳, 土歸土, 那時候大便便少, 然後再重生, 少去大, 大便少便有波浪, 道德經講波浪, 有無雙生難以雙情, 長短雙形, 高下相聲, 音聲相和, 全口相隨, 行也, 這個便是波浪, 反者道之動, 弱者道之動, 不波浪, 好了, 來練, 就簡單了, 搞得清清楚了之後便簡單, 一道德經和易經百分之九十, 都是講相似的道理, 叫波浪講道, 基督精神就是, 整本聖經有幾百萬字, 其實最重要一句, 這句就等於EM等於MC2, 這句就是, 虛心得人有波浪, 因為天國時刻, 他不敵, 你看看, 這就是E等於M2, 只要虛心馬上可以上天國, 是吧? 其實有波浪, 這個動物, 波浪, 你有智慧, 就可以去彼岸, 當然中間, 我不是說有這些密碼, 只是小小而已, 很小而已, 行文一定是這樣的, 你只要虛心, 你虛心很快掌握這個道理, 掌握天國道理, 那你就上天國, 是吧? 是吧? 後面那八七幅, 都是第一幅的注釋, 延伸, 第一句就已經有延伸, 整本聖經, 你讀到這裏已經不用讀了, 是深不寸聖經嗎? 你讀到這裏, 你已經馬上知道, 整本聖經講什麽了? 只不過是有些問題, 翻譯, 因為虛心這個翻譯是翻譯不到, 因為在這個路加福音, 叫貧窮的人有福利, 因為天國善行不敵, 因為這個原字, 那個叫什麼? 耶穌講的叫什麼? 安蘭文雅? 阿蘭文, 本身的字, 我無法翻譯, 翻譯了很多版本, 第一個版本是虛心, 第二個是貧窮, 第三個是神貧, 第四個是英文, poor in spirit, 那麽多個都是那個翻譯衍生出來的, 因為不可以直譯, 很多個, 其實在中文, 就是一個字, 一個四字字, 四字成語, 兩字不行, 四字就怎樣? 就是應該是那個字的翻譯, 這個阿蘭文, 耶穌直接的翻譯, 安憑樂道, 翻譯了很多, 安憑樂道的人有福, 因為天國善行不敵, 但對稱這個老子第四十一章, 上是民道, 勤而行之, 中是民道, 若傳若望, 下是民道, 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為道, 這句話, 笑, 你就不虛心, 你不笑, 不笑, 行而行之, 你就虛心, 安憑樂道, 不笑, 是吧? 下是, 下是都是讀書人, 不是匹夫, 都是假的讀書人, 即是假的知識人, 老子說的假, 可能很厲害, 可能成長, 只不過他未開五百元人, 即是無違法, 在生命之道未開, 在世間的知識, 即是維道維學日益, 很厲害, 很厲害, 但維道逸選那邊, 維道逸選, 主之逸選意之, 無為無畏而無不為, 即是維學很厲害, 這些下是, 維道不行, 為何不行? 你見民道, 下是民道, 大笑之言, 不笑不足以為道, 其實聖經裏面也有很多法利賽人, 那些很厲害, 知識聖經學的絕權威, 對著耶穌, 根本就是耶穌是木匠的兒子, 身世不精不妥, 還要同精馬利亞生出來, 真是很吵架, 即是你是黑五雷, 你知識聖經學, 你有甚麼資格講道, 這些法利賽人不是針對他, 這些是下士, 你知識不知, 不是讀得多書少, 是下士, 讀得多書都可能下士, 但他下士為何, 是問道而大笑之, 那些是下士, 上士問道, 上士不一定有很多知識的人, 不如惠能, 他都不懂自義, 這些肯定是上士, 而耶穌的門徒, 大多數是漁夫, 下半、低下層, 除了那個掃羅, 但是掃羅沒有聽過耶穌, 耶穌死了之後, 這個掃羅, 普羅才出來, 他是Roman citizen, 他是大學文家, 但是耶穌十二個門徒, 沒有甚麼知識的人, 低下層, 很多都是漁夫, 但這些是上士, 上士問道, 勤而行之, 天著人著, 人著就是地面間的著位, 天著就是天著的著位, 天著的著位高, 你就可以上天過, 天著的著位, 不是由你的知識, 而是由你的道, 是由你的令悟, 是吧, 他決定的, 你將寶子第四, 一張抱了, 便很分辨, 所有問題, 為何解釋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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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哲學, 希臘人只是戰狼三百, 希臘人是講, 勇敢, 勇往直前, 不要打都罷就, 只要衝死衝不去退, 一退就是coward, 所以外界人喜歡說, 我挑戰你, 決戰, 你真是兩個人, 一人用槍射, 決鬥, 可能是差一個女生, 就是這樣, 即是無法反轉頭, 很直去的, 希臘哲學, 很多時候講這些, shake ball, 當然很多科學的東西, 都是一刀切的, 他們這樣的哲學下, 解釋耶穌這句話, 當然解不出來, 你看下面那些更有趣, 哀動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不必得安邁, 溫柔的人有福了, 激汗墓烈的人有福了, 連雙人也有福了, 清深的人有福了, 私人亡目的人有福了, 慰受迫伯的人有福了, 這些全部都是, 好像是loser, loser上天國, 所以耶穌說, 有錢人上天國給樂圖, 穿真還蠻, 反而是loser, 當然當時他講得比較, 無奈馬右, 那個時代是那些人, 但在中國不是, 中國是安憑樂道的人, 安憑樂道很多是高人, 明白嗎? 可能諸葛亮那些都是, 因為我聽說, 諸葛亮的老婆很醜樣, 諸葛亮大喜死三喜周園, 周如老婆不同, 小喬, 大喜小喬, 所以諸葛亮本身臥龍中, 留給吳欣賞的時候, 是很, 在草蘿那裏, 三故草蘿嘛, 即是很, 很低下的人, 但肯定是上市, 還有很多這些人, 中國歷史很多這些人, 老子都是這些人, 他們是安憑樂道, 比聖經寫的那些, 是比較威風一點的, 因為中國的文化太豐盛, 那些安憑樂道不是那麼高的, 不是諸葛亮, 只不過是某種程度是諸葛亮, 但不是真正諸葛亮, 到耶穌時代那批諸葛亮, 都有一些地位, 仁師作女說, 依福聖相無所不樂, 但他們不是很賺錢的人, 是安憑樂道, 其實這個憑是安憑的意思, 不是憑勞, 安憑, 所以憑勞的人有福利這個不準確, 安憑有福利, 是不窮, 但如果是愛因斯坦, 將他的知識去賺錢, 他肯定可以去做到馬雲, 蓋茨那些, 他不去賺, 他安憑樂道, 他對真理有熱情, 但是他不代表很窮, 那些教授, 知道嗎? 那時候大家不窮, 明白嗎? 他安憑樂道不是很窮, 朱葛亮也不是很窮, 現在這樣說, 如果習近平不貪污的話, 習近平也不會很窮, 他有成千萬身家, 但他不能貪污, 貪官就不止了, 一個村的放暴都幾十億, 習近平變得很窮, 這樣相對於他安憑樂道, 你一強某為官, 你就預料不好發達, 安憑樂道, 底官不是窮的, 隨時一千萬身家, 窮什麼鬼? 只不過他不是那麼厲害, 要安憑的意思就不是那麼loser, 只不過他是用他的精力去發展哲學, 去祭世為敗, 安憑樂道有人去, 這個就是formula, 我們下面看的那些, 除了好像loser那些, 其實為什麼是loser呢? 為什麼教會二千年都解不到這八個福音呢? 這八個福音是耶穌說的, 在聖經裡面, 那麼多道理裡面是第一道理, 其他都是二三四六七的, 第一是最powerful的, 這只是天國福音, 為什麼要爭辯呢? 但是他們為什麼解不到呢? 除了他們自學沒有這個波浪之外, 沒有一道, 他們還有他們, 他們覺得, 如果有他們教會, 教會有人說, 如果我照耶穌這句說話, 實踐的話, 我們走一半的信徒, 沒有了, 二十億變了十億, 你信教的東西很昂貴, 知道嗎? 不可以這麼弱, 不可以視弱, 所以很不理解這件事, 很不理解這件事, 如果教會多時, 要戰鬥, 在戰場上, 你怎麼可以這樣呢? 你叫那些納粹德軍這樣, 你叫那些日本人這樣, 你叫那些美軍這樣, 怎麼打仗呢? 是吧? 又饑渴無義, 又溫柔, 又哀凍, 又使人惑惑, 又惟而受迫迫, 這樣怎麼戰鬥呢? 你不可以戰鬥, 是吧? 沒有戰鬥, 你國家不強大, 是不行的, 除了一次學不通之外, 但我們問題是, 因為他們的文化本身沒有這個, 而我們中國文化裡面 有大量這樣的歷史, 這些安憑樂道, 這些溫柔的人, 大量是得天下, 是吧? 好像劉備, 雖然德三分一都好, 周文和, 就是這樣, 是吧? 很多那些得天下的人, 都是很溫柔的, 是孫中山, 是吧? 好像一個loser, 很溫柔的, 是吧? 很溫柔, 很哀獨, 好像很不碰的, 不是很威猛的, 但他能夠號召天下, 有感染力, 有感染力, 中國歷史無數的這些人, 我們中國人就知道這樣不可以, 沒有很大問題, 為何要凍結他呢?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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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看到一大集, 哀瘋的人, 哀瘋的人, 就等於我們安民樂道, 哀瘋, 就等於這個老子說, 哀兵必勝, 要勝的, 是吧? 然後就是, 溫柔, 導致說, 柔弱性剛強, 是吧? 然後你說, 激汗無異, 就是上前弱水, OK? 練率人, 清心, 此人磨目, 然後就是, 同其剛和其塵, 初忌去, 反者道之同, 弱者道之勇, 是吧? 全部是很厲害的東西來的, 有時候, 道德經的人是兵書來的, 打仗靠牢, 這樣打仗, 是吧? 是吧? 你哀瘋溫柔, 激汗無異, 練率清心, 只是和睦, 這樣打仗, 才叫做仁義之師, 是吧? 千莫不勝, 我們中國人知道, 是好東西來的, 所以, 下士聞道, 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為道, 這樣是答案, 因為孫子兵法都跟這個道寫, 令到獎領不勝, 所以, 原來, 我們用老子治學, 用易經治學, 用佛家治學, 佛家就是去彼岸, 智禮波爺, 波爺都要去彼岸, 用余道式的治學, 看天國法覆, 清清楚, 全部解散, 沒有任何筆, 情況下, 我們打開了原來, 這個道, 基督教的道, 和我們中國的道, 無緣無故就是這個道, 我們用中華智慧, 解通了聖經最難的部分, 最難的部分, 如此一來, 我都不知道會有什麼影響, 做了先, 撕榴天機, 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 團隊都跟我說可以撕榴, 可以撕榴, 到今時是撕榴的時候, 打開的撕榴, 即是要結密的時候, 所以, 會改了很多基督教的東西, 所以信者得救, 信了之後, 得救不是上天國, 然後信者得救, 得救不是上天國, 得救是掛了號, 即是等於一個羅亞方舟, 水災來, 我救了你, 救了羅亞家人, 那就得救了, 上了方舟不是代表上天國, 因為那些洪水散了之後, 它一樣要走出來, 繼續犯罪, 繼續受折磨, 明白嗎? 另一個程度, 和苦的苦, 另一個苦在牧面, 得救, 得救不等於上天國, 信耶穌, 只是得救而已, 給你一個機會, 撐住你, 多一點時間, 你要上天國, 其實好像靜土宗, 你唸很多南無可德羅佛, 你不可以去彼岸大, 死了之後, 接你去西方這個淨土, 去那裏再修, 再讀, 即是你收三千至三萬次, 收不到, 那你就沒有那麼長命, 那你唸完美, 那些唐伯, 你往生的時候, 接你去西方, 到世界有長一點的時間, 讓你去修讀, 那時候才去彼岸, 才成八, 那這就是一樣, 得救也是那麼長一點時間, 你要去天國, 很簡單, 安憑樂部, 不要去天國, 你不明白, 幾千年都不明白, 那沒有辦法, 現在, 解散了, 畫公仔, 搶都畫, 所以, 在這樣看來, 如道識爺是高度, 果然而發, 果然而發, 他都是講他幾號, 如果你單是說信者得救, 不信, 你落地獄, 那麼殺傷性的時候, 沒得談的, 不用談的, 儒家、道家、佛家沒得談, 因為你不信耶穌, 回教都沒得談, 回教都沒得談, 但如果你第一原理開了, 不是, 很容易的, 是吧, 跟回教有甚麼衝突, 回教有沒有衝突, 回教是吧, 如果你紀錄圖能夠做到以下八點, 我不信回教, 我信回教, 但是紀錄圖做不到, 他做不到就是解不出, 是吧, 因為回教和紀錄圖, 打仗那邊有哀動, 溫柔, 御教徒面吻 紫人黄 十字軍東征時 這是甚麼東西 御教徒見到基督徒轉 個個都是 好過嘛 是不是 這樣去談 因為你都不跟這件事 御教徒說 別麻煩了 如果你照這八件事做 我改信你叫教徒來講 所以御教是尊重這件事 御教是尊敬耶穌的 因為我去到土耳其 中亞世亞 他們有個聖母馬利亞的舊居 我見人莫逆不絕給御教徒來拜 聖母馬利亞在可蘭經裏是上帝的侍女 都是先知 耶穌也是先知 耶穌在回教裏是先知 五大先知之一 可能經有描述耶穌如何出生 回教徒亦都相信福音書 剛才說的這個樣子 它是隱之立 它是接受這個書 但它不接受前面的東西 有些問題 尤其是說巴拉罕他們沒有接受 他們修改了 不是真本 而這個福音書耶穌說的 反而是真本 說到這個 麦交教和耶教 梅教衝突都沒有了 不要說我儀道式都沒有了 沒有了衝突 大哥 你講哲學 講到這一樣 你還可以做什麼 好說呢 好了 我講到這裡 這裏大家可以給 但如果照你的講法 耶穌只不過是 那麼多個教導你行善 教導你智慧的其中一個人 它的重要性差很遠 不是一個和唯一的救主的定位相差很遠 這是它的核心 它還有外圍很多東西 由核心去解釋外圍 剛才不是說有個創世記的文件嗎 由核心去解到它都是那一個 如果解得通常那些精明神的存在 創世以科學解決三個一體 對 核心解錯之後再解那些 那解了那些之後 就不是你所講的普通人 你先了解智慧 因為它了解智慧之後 再了解它的神跡 那你只知道神跡 不知它的道理 它不會很大 而且耶穌不是一個必須的角色 因為沒有耶穌我們都可以安排樂道 可以上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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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天國就等於彼岸 彼岸就在此彼岸中 天國就是 那個叫什麼 處都文 願父的國降臨 願父的主義行在地上 天國都在地面 只不過它等於我們 進了天國 就等於我們去彼岸中 很開心很幸福 擺著痛苦 溫憑樂道 擺著痛苦 人間你不會有痛苦 但是死後是怎樣 是沒有解決的 但問題是你沒有痛苦 死後可以不用在意 我們學佛的不在意 我們不在意 就等於我們說 死生因之死 死後的事情可以不理 但是如果你要追問死後怎樣的時候 和你對死後有些不安心的時候 你就需要外圍那些事情 我的經驗是不錯的 我的自己的信念 或者我的觀察 我自己的感覺 我有那麼多宗教 我都是信上佛教的多些 那麼多聖人也受基督 孔子很現世 就是非宗教 耶穌說佛道 我發覺大家一套 對於這個世界 這個世間這一刻都一樣 孔孔子 人而禮之信 佛家 十堂人望走 五誤十線 耶穌十誡 一來跟聖經的行事 這些就是世間的 你跟著它就好幾了 死後 不能說了 你信我就去 但我依然不信佛波 還是你不信都不要緊 你所作必善 你必得恩 就善恩得善果 但你不去跟佛陀這麼多理論 你是很難行的 佛陀沒有逼你的 所以這樣比較之後 我依然信佛教的多 剛才一開始 老師你說 宗教 其實佛教是很好的 沒有分你我 你一有分 你就已經有分別心了 諸法平等的 諸法平等的 現在我們慢慢研究 慢慢分析 慢慢比較 慢慢做 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佛陀的手指指 這條路你要走 路就是五戒十線 你要走到六波羅蜜 這條路 現在我們 就不是跟著那條路 抓住那條手 那條手 現在我們慢慢研究 又是比較 踩人來 抬高自己 這些不是路 這些是魔鬼 你是偶像 已經抓住那條手指 踩人 所以 好了 跟著再用教主來比較 俗用比較 耶穌是怎樣來的 老師你都說過 你都知道不來的 我們不要踩他 不過 他的內主 不公明不勝 並不表示他人格不好 所以耶穌行事 好的 龍馬兵抓不到他坐著 誰抓不到他坐著 刺死他 那他的內主 我們不理他 反而我發覺 佛陀 才是真正偉大 他是太子皇子 可以極力享受什麼都可以 他都誤 這些一切皆無常 一切皆是苦 然後他誤了一套東西 這些套東西他告訴你 你信不信都不要緊 你信佛出生 你信佛裏然在 不過我出生了 我誤了 我告訴你 你要行 你不行是沒有用的 信第一 解 最後都要行 不行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 基督好 我都不踩他 他都是偉大的 耶穌都偉大的 就是要行 就是這樣 你很通 佛 而且是 而且是 信佛信道感 應該是 真的很好 其實六祖很聰明 阿慧林 因為北方神授 已經歷幾個皇帝 他再沒有側顛 他南下來 拿耶穌下來 後來搏不搏都是這樣 很通的 耶穌是個象徵式 他有什麼用呢 就是一個信物感 你就拿 沒什麼意思的 所以六祖之後 沒有這些東西了 不過這筆 他不是普通話 什麼不是的 他知道北方的勢力 就是歷幾個皇帝 沒有明天召他去的 他想了很久 後來他沒有去到 回覆他 他自己知道 我南方人又小了 北方高大威馬 其中一個大殿幾省 所以他 是著重於行 著重於實踐 著重於行一陣 所以最後 見到有魚豬河 他們見到沒有側顛念 不要啦 你們就是 煮飯煮飯 破柴破柴 所以他聽誤五祖劉贏 講過金鳳京那種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老師剛才講過 這句就是很重要的 我們現在做這件事 沒有法子 你都事實不要講 你不講道理 迷人怎麼知道呢 所以你講 但不執著於法 不執著於法 而生其心 去存在 道 所以我 廟法蓮花英講 廟法蓮花英講 一城 沒有三城 就是把元國城小城大城 都要變成一城 如果抗而張之 其實教都是另一個城 就是說 信不同的教的人 譬如你信佛教 有些人信教回教 那幾十幾人 他都是一個因緣 因為他生在那個地方 因緣他信教 你不可以說 你睡覺非常好 你回教徒要改信佛教 沒有沒有沒有 你能夠做的就是 我眾生明白 然後你將他的道理 就是不是區別 將現世的區別 逐步逐步去斬 我現在做的就是 是呀 有區別 將區別 拘捕出來 然後將每個區別 逐步逐步把它切開 結果沒有區別 沒有區別 那你才能有容憾 但是你不可以叫他改信 因為他是個恩緣 就是和佛和神的恩緣 是很難的 但是你可以容憂 可以容憂 他那裏專稱耶穌 是一個先知 法教一樣的 都專稱耶穌 他是某種程度的菩薩 菩薩十度 他是某種特動某種境地 但是未得究竟他還有何執 你要信我 我就是道路真理 他還有執 而佛教最高境界 是無執 所以我不是押他 他也是好 所以你的態度非常好 你沒有問題 但問題有很多佛教徒 或者道教徒 他有問題 你要幫他解決他那個 你沒有問題 但他們有問題 他們有問題 就需要這樣去 你在最高的原理 最高的哲學 如果你不是在最高哲學落脈 你在其他那些原理落脈 大家又咬到 最難的又打 可能因一個字就打仗了 佛教徒 如果你去到這裏 他是無故 咬到最高的那個 去波爾波龍多最高的度 那層次的時候 去打凶他 他就很難咬到 所以佛教徒 如果不是其他一樣咬到 他就這樣 佛教徒 他沒有 佛教徒後就是 是 是沒有我 你就成法 心即佛 我即實 心佛眾生三無人分別 最後就是 你的心 你出法點點 你做這件事 應無所註而生 你做這件事 我想回應一下 其實宗教徒體 始終是人為的組織 人有很多私心 有人的地方有政治 其實在裏面爭權 又想多些人跟自己 很多這些事情 我們如果真的要求道的話 最好就不要去沾染這些 其實我如果說 拒絕去加入任何的宗教團體 而要自己這樣收 這個是不是可行呢 可行 但問題你可行 其他人打山門 那裏 使人和睦 非人有福了 是 因為 因為他們必清神的兒子 OK 你不去跟別人爭 沒有問題 但是 那些人可以爭 你是不是要去使他和睦 你使他和睦 你使他和睦 你便會更加高層次 做神的兒子 所以使人 你自己不爭 好記 但如果你使其他人不爭 更加苦 那你普道眾生計 又做這件事 難道你自己不去 你使他和睦 你就要用很強的理論 為什麽呢 人有很多私心 其他人有很多宗教 有很多利益 有很多神父 又走去性侵 你指責我就是 多到不得了 就是 斬不斷 理還理老 但原來人的私心 什麽都有陰陽 人的私心 它是弱 但是 它沒有陰 它不成事 陰其實有很多時候的leaders leaders 最高你那個精神領袖 本身 A精神領袖和B精神 如果大家不和睦 那個理論和空鬥爭 下面那班人就打到失彩 如果上面最高的 對解經這些領袖 大家和睦 其實現在方濟國做了很多 他就是 在一國教律裏就有 在top level 盡量用 在高層次的神學 去解通這些矛盾 好了 這些宗教領袖 當他們現在未解通 即是有一樣的 但我給他們看他們 當宗教領袖通了的時候 下面的人雖然人性會很自消 上面top level 統一了 下面鬥爭就會慢慢減 上面不統一 下面鬥爭就是七彩 所以你說人性 不是說要解決人性的缺陷 才不衝突 這個太久了 但是如果解決最top的那些 下面那些就很行 如果他搞定那個 就整個教育都可以解散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有時候覺得 有些人很多人不喜歡中共 你不喜歡他 但是為什麼他那麼強大 因為他很統一 他支持文革還有改革派 做反派鬥完一輪之後 到鄧小平之後 改革開刊之後 他們開始統一 你明白嗎? 統一就厲害了 即是他top level 統一 即是top level 如果top level 鄧小平和劉少奇兜 top level 但是大了 下面打到七彩 殺人無數 什麼派閉 即是很殘忍的殺到 殺幾十萬元 因為你們上面兩個頭不統一 但是當上面那個頭統一了 如果不出了之後 就統一了 如果不就統一了 中共就統一了 之前不是有這個 什麼薄喜來 和這個執行民鬥嗎 如果鬥下去不解決 大了 你的軍隊下面就打 你的頭最重要是統一 人性下面一定是無法解決的 但是你的頭統一 是對下面統一 其實過目是很有關 那個幫助很大 好像現在國民黨和共產黨 以前是打一頓猛的 現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又傾 頭傾了 下面的人也有打 沒有抽得那麼厲害 是嗎 有打的 頭的理論最上面的基礎 統一是很重要的 宗教也是 如果宗教回教和基督教打 不是單單因為他們都是人性貪 而因為他們上面的道理 搞不空 所以才有那麼多自身 就是人性貪流 就是利用頭 不空 一來利用他們這件事 就爆出來 那就是無法解決 有兩年那位同學朋友 那些宗教肯毅 其實如果基督天章不要緊 你不信他 我們在佛教真的很好 十二恩怨 我們是無知 無知我們無明 我們才行中恩 那些宗教肯毅又排他 如果你不信某個教 不信我講佛教 你自己不知 你一生有限幾十年 一死就糟糕了 那你講到一件事 我講到一件事 我講到一件事 那裡就是 這麼多分裂 弟子又問佛 佛死的時候 那為什麼 你在這裡 你是師父問 你問問 佛教 你問他自己 你那些界律 你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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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行了 什麼都沒有 不要緊 以界律 那裡很好 佛教 以界為師 我覺得 是這麼多 我覺得 其實 因為大家的宗教 不同 大家的世界觀 不太好 我 我信一個宗教 假設我 我信有神存在 那我跟無神論者 當然是通不到的 因為大家看世界的方法不同 可能不同宗教 它會 他們說的道理 可能會有相通的地方 那這一個 我也都 我也不去否定 我都接受 也要承認 但問題 那個世界觀不同 有神 你講到這個問題 很重要的 所以有神是無神的 那時候 克斯出現的時候 就是無神的 跟有神 不打得失財 不可以談 但是這個問題 就是剛才那個 證明神的存在 很多哲學家都這樣 都是憑一身去論證 這件事 我覺得 後來發覺 如果用中華智慧的角度 不是這樣看的 中華智慧 提出另一個問題 我們不講有神 我們講人與神的關係 人與神的關係 每一個人都不同 每一個人跟他的神 中國人都有神 譬如你回教 跟阿拉關係 基督教跟耶穌關係 猶太教跟耶和關係 然後我們佛教 也有跟佛陀 跟觀世一模的關係 你當他神也可以 神也好 不神也好 有些人當正 你不當神 都是當佛菩薩 都是類似 人與神的關係 你看看神 神可以很大的 Cataphoria 另外一件事 我們中國人有天人合一 人與天的關係 都是神的 因為你人與神的關係 每一個人都不同 是幾十億種 是不同的 不同的時間 有跟神不同的關係 好像蘇羅之前跟神的關係 反對神有來 又有有福祉神 是不是很變化 以前你信這個教 就跟這個神人 可能你跟 有些人 跟地藏牧師 很有緣 為何又跟 搬世音樂 結緣 又跟 不可以 跟釋迦華 結緣 最後又跟玻璃陀佛結緣 它是可以變離變去 是吧 人與神關係 是可以 每一個人都不同 可以每一個時間都不同 那你是 無數幾多十億的 但是這幾十億裡面 有個大公約 都是人與神的關係 不過現在神是撐得很大 這樣說人與神關係的時候 就不需要說有神與神打相 根本不需要打相 是不同的狀態 是不同的表現 因為每一個人不同 即使在基督教裡面 一個家庭裡面 父親都是信基督教 兒子也是信基督教 但是 兒子跟神的關係 和父親跟神關係 都可以不同 一個可以親密一點 一個可以疏離一點 是吧 一個可以經常跟他說話 一個可以 臨死的時候 才知道 即是可以 variation 但是沒有衝突 一路說變 用逆經來講 人與神關係 是一個變逆 幾億個變逆的關係 這樣就消解了 例如說 世界觀我信神 你不信神 無法談 道不和雄不相為 然後馬克思無神論 然後教會有神論 然後打餐狗 美國就信上帝 然後中東就信伊斯蘭教會 打餐狗 根本不需要這樣 這個命題是錯的 或者是惡的命題 即是有神的問題 將它變為人與神關係 其實人與神關係 一樣遮蓋所有信仰問題 一樣遮蓋 不是說哪裏哪裏信仰 而且人與神關係 可以是無神 譬如我中國人信天的 我無神的 如果中國人說 我信佛 還是我信無神的 那個天是覺者 佛不是神 他可以這樣當 但有些人覺得他是 觀世恩菩薩 阿尼羅佛是很厲害的 又得 他覺得不是 他有覺者 一個知識的人 一個誤人 又得 即是你信偉能 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又得 你信偉能 是真身不壞 是呀佛陀化身 又得 隨你的 沒有人監管你的 只要你在信仰裏面 很開心 很能夠 很舒服 又與人為善 是吧 又可以補盜眾生 這樣就沒問題 那個儒家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根本與佛教又很相通 哪有相通呢 眾生互有佛聖 當然是他們蒙塵 所以你不知 佛陀一出生 就誤到這件事 所以他講了一大套 你就誤了這層的鏡 我們個個都本具佛聖 現在這個蒙塵 我們不知 就要慢慢做 慢慢修煉 如果我們一誤的時候 我們就很融合 這個是自力 靠自己誤 但就算是佛教 佛教是他力 要借神 他的信仰快些 但是佛教也有他力 佛教的阿彌陀佛 靜土中是靠他力 他都有他力 不要一定說他力好 自力不好 不是的 有時各方面 除你的恩餘 除你的能力 除你的自己的信心 和經驗 你會變的 那些東西很闊 但是 但是無神論 怎樣去解釋 無神論本身是很大的 剛才說 如果你的佛無神 我不是神 我不信天 我不信佛 我什麼都不信 我信自己 究竟怎樣解釋 那自己是神 那便無知 那便無知 你無知 即他信倫乎那一套 你無知 死後又再來 經常都不信 如果你不信天 你不信耶穌 不信佛陀 不信觀世 不信阿拉東 都沒有問題 但是你不信天 很有問題 因為 你說不信天的基礎 是沒有基礎的 因為所有的 孔子 老子 很多偉大的人物 很出色的人 問題是你做人 你要找出色的人 學習 你不可以靠自己 自己到最後 真是落地獄 那人怎樣辦 哪裏救你 你要找一些很聰明的人 如果你說 我不喜歡信神那套 我相信信天那套 但是你信哲學那套 但是信哲學那套 有時分分鐘可以很容易入到天 因為信哲學那些最厲害的人 很多都是信天的 你明白 即是老子、孔子、液經的作者 那些甚至諸希 他一定程度信天 安斯坦也信天 他說明明中有主宰 如果我們不信天 即是孔子說一個 君子有沙迷 畏天命、畏大人、未誠人之言 小人不信天命 而不畏 客敗人、無色人之言 這樣就大惡 你剛才講的那些 很可能會畫出一樣 連天命都不信 這樣就無法無天 當時毛澤東是做過一下 他講自己的和尚打散 無法無法無法 那麼偉大的人 都會有這麼大的錯誤 還會害死很多人 所以千萬不要 連天都不信 因為你憑什麼 你當然要找這些 你怎麼比他們 你比他們 你比這些老子、孔子 你比他們 不可能 你要跟他們 他給你很大的經驗 你追蹤他 你才不會出錯 你一個人 一輩子有一次經驗 你這些經驗 蓋上了其他人的經驗 錯的機會很大 所以一定要遵循那些偉大的 當然你說不信神那邊也好 這些都要信天 小人不知天命不畏大 要為天命 啊 你立在 你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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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